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打看守州务大臣摩哈曼·撒路西 涉嫌在稀土开采事件上滥权 大臣机构一名高官和一名公司董事 被反贪委会逮捕驻查 首相安娜启程前往越南展开两天访问 促进双边关系加强贸易与投资 前首相达斯利摩依定针对注销连土局肯殖民 数十亿令吉债务仪式 向首相达斯利安娜发出律师信 要求首相道歉 首相表示已准备好提供证据 证明他已经批准取消 连土局肯殖民高达83亿令吉贷款 而有关文件会在今天交给财政部秘书长 达斯利安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7 Jun 990亿 稍早前, Mohideen表示 联土局前主席丹水EGIS 在今年2月24日发表声明 指时任政府已经在2021年 免除肯殖民高达83亿令吉的债务 不过基于当局的现金流限制 西门和国政政府 无法持续注销肯殖民的债务 吉达州爆出稀土开采 涉及贪污滥权的情况 反贪委会扣查该州州务大臣机构 一名高级官员和一名公司女董事 以协助调查这起超过 1300万令吉的贪腐案 反贪委会兵分两路 在亚罗士达和吉隆坡逮捕两名 年龄分别为63岁和40岁的嫌犯贵案 并且延扣他们三天入查 直到明天星期五 消息指出 被扣的女董事 旗下公司在2016年 获批在吉达的两个地区 展开克隆橡胶墓的森林圆区计划 调查发现该公司从2020年起 便获得一方市地支持 非法开采稀土 而这家公司也涉嫌提供 现金作为酬劳 涉及金额高达1300万令吉 据了解这家公司在2020年 向吉达州政府申请在同一地区 进行稀土开采 但直到目前州政府也都还没有对相关申请开出绿灯 目前反贪委会援引2009年反贪委会法令第17和第23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吉达看守州务大臣达多斯里 穆罗磨砂抜 涉嫌在西土开采事件上滥权 内政部长达多斯里塞夫定指出 吉达州务大臣机构是指导 西线的五级恩刚森林保护区 发生大规模的西土盗窃事件 这是因为该机构聘请了两名中国公民的专家 对该地区的西土进行研究 塞夫定补充 涉案的中国籍员工只使用社交通行证 也就是访问通行证被带入工地 本月15日 塞夫定在吉达州举办的团结政府 竞选机制推荐里上揭露 吉达土地及矿物局在去年底 向吉达州务大城机构发出50万令吉的罚单 应该机构涉及在西线稻采稀土 因越南总理范明正邀请 首相达多斯利安诺今天启程到越南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此次访问除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包括贸易和投资 也将重点关注潜在合作 外交部长达多斯利安布里指出 首相对越南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具有重要意义 越南是我国全球第十二大贸易伙伴 以及东盟国家中第四大贸易伙伴 首相和代表团在河内总统府受到正式欢迎 此外首相在访问期间 也将礼节性拜访越南主要领袖 包括国家主席吴文赏和范明正等领导人 这也是安瓦去年十一月出任我国首相后 首次到访越南 外交部长达多斯利安布尔 或NCCIM 和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此外在两天的行程中 首相也将建政大马全国总商会 和越南工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预计能进一步促进马越两国的双边合作 有利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并且造福人民 早前滨州供水机构建议效仿邻国新加坡 在滨城采用海水氮化技术 滨城看守首长曹关友表示 州政府将会研究这项技术 旨在解决滨城未来面对的原水供应需求 不过基于海水氮化技术的成本高昂 因此曹关友也说 该技术将会作为最后的考量方案 那是最后的选择 因为货币是很高的 如果货币是高的 货币是货币是货币的 货币是货币的货币 这也是一条选择 会发展到政府双边 在现在的国家 是一条选择 的地方是最低的 另外 曹关尤也透露 槟城2030愿景 整体战略倡议 目前的进程已经达到47% 共有210个项目和计划已经完成或进行中 而宾州政府当下最关注的是解决宾州人民的房屋问题 无论如何有关水工方面的问题 曹关尤补充 州政府在研究海水氮化技术的同时 也需要完成几个正在实施的项目 包括建设数个新的绿水厂 340到冬天 正在地上 440到冰天 远叙 440到冰天 线 135到冰天 但是 345到冰天 上一块 136到冰天的信号 3чно 常驻 340到冰天 争 320线 1剑冰天 在地下 440到冰天 山地 高畜天 330到冰天 玉岛 460到冰天 洰天 入天 1198到冰天 清115到冰天 1193到冰天 冰天 冰天 泰國前進黨黨魁皮塔 本是該國新首相的大熱人選 但在過去一個星期的兩輪投票中 先是過不了最低門檻 再來是被取消提名資格 眼見這位民選首相被踢出局 有前進黨的支持者到國會大廈外示威抗議 消息指出 與前進黨組成八黨聯盟的魏泰黨 除了會接棒推舉首相人選 還準備組成排除前進黨的新聯盟 當中包含來自現任執政聯盟的政黨 泰國五月舉行的全國大選 年輕手投足的一票成了定生死的關鍵 渴望變天半島軍政府勢力的年輕選民 最終成為讓民主的兩大在野黨 也就是前進黨和魏泰黨成為最大贏家 而42歲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皮塔 是本次首相候選人當中學歷最高的一位 也是大日人選 可沒想到他的敗相之路一波三折 皮塔在上個星期的首輪投票中 以51票之差爭取任相失敗 昨天早上他再次獲得八黨聯盟支持 提名出任首相 不過泰國憲法法院在另一邊鄉裁定 暫停皮塔的國會議員資格 而在議會上 皮塔也遭到政治對手提出質疑 經過七小時的辯論後 議長讓全體議員表決 最終得出的結果是395票比312票 確認皮塔不能在本次議會被提名兩次 一如所料 有皮塔和前進黨的支持者 在國會大廈外示威 甚至哭泣和辱罵警員 質問選民投票的意義何在 入夜後更有上千名示威者 聚集曼谷民主紀念碑附近和平集會 對國會的這項決議表示強烈抗議 有泰國媒體引述消息指出 先前已表明接棒 推舉首相人選的魏泰黨 將會拉攏現在執政聯盟的黨派 組成新的聯盟 鑑於大多數參議員表明 因為前進黨提出修改 冒犯君主法的政綱而不會支持該黨 因此魏泰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將會把前進黨排除在外 意味著大盛的前進黨 最終反而沒份入閣執政新政府 隨著退出黑海股物出口倡議 俄羅斯連續兩晚襲擊港口城市敖德薩 烏克蘭指出當地港口有六萬噸糧食被炸毀 俄羅斯警告今天起任何時往烏克蘭黑海港口的船隻 都會被視為潛在軍事目標 位於烏克蘭南部黑海的敖德薩 連續兩晚被襲擊 總統澤連斯基形容 俄方攻擊港口的行為為恐襲 並指這干擾了全球糧食運輸 另一邊鄉的美國警告 俄羅斯可能會擴大對烏克蘭糧食設施的襲擊目標 包括攻擊民用運輸船 然後嫁禍於烏軍 俄羅斯方面警告 今天起任何時往黑海港口的船隻 都會被視為運載軍事貨物 而船隻懸掛旗帜所代表的國家 則將會被視為支持烏方參與衝突 但俄羅斯沒說明後果 以及會採取什麼行動 另外 總統普丁因被指非法驅離烏克蘭兒童 涉嫌犯下戰爭罪行 因而遭到國際刑事法院通緝 由於南非作為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之一 因此俄方宣布 普丁不會出席下個月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 改由外交部長 拉夫羅夫與會 按照日本政府計劃 最快在下個月 福島第一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廢水 將會排放入海 日本這項決定具有爭議 因為包含了人們關注的食品安全 與人體健康等議題 其中多次批評日本核廢水排海計劃的中國 已開始對日本進口的海產進行輻射測試 並強調會繼續禁止福島等十個縣市的食品進口 日本媒體報導指中國當局已開始對日本進口的海產進行輻射測試 因而導致清官程序脫長 間接讓該國企業放棄入口日本的海產 有餐飲業者已經在本月停止進口的水產品 並轉向其他國家獲取食材貨源 對於中國這項舉措被視為在向日本施壓 日本共同引述多名政府人員的消息指 日本已經向中國提議 建議由兩國官員 專家和東京電力公司人員組成的磋商機制 但至今還沒有獲得中方回應 日本強調 並會繼續基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綜合報告 說明排海核無安全 紐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傳來槍響 造成三人死亡 六人受傷 傷者包括警員 總理西普金斯表示 女足世界盃開幕按計劃進行並補充 這起槍擊案似乎是個人所為 這起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時間20號早上7點多 正好是女足世界盃開幕的幾個小時前 而案發地點則位於奧克蘭皇后街的一個建築工地 事發時 槍手持槍走入建築工地 並向人群開槍掃射 接著 槍手將自己困在升降機槽內 警方嘗試制服 但槍手依然繼續開槍 不久後被發現死亡 警方之後立即封鎖 和派員助手在附近多條街道展開調查 同時呼籲公眾待在家裡 不要前往市中心 西普金斯接著在電視媒體簡報會上指出 事件不存在國家安全風險 因為沒有明確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動機 並表示女足世界盃如期開幕 位於南非東北部的約翰內斯堡發生爆炸事故 初步懷疑與氣體洩漏有關 但經過調查 天然氣管道完好無損 這起不明原因的爆炸 炸毀了當地的一些主要道路 至少有41人受傷 這起爆炸事故發生在當地時間19號 事發時恰好是交通繁忙時段 起初 約翰內斯堡當局以為爆炸 是與氣體洩漏有關 認為是地下天然氣管所造成 不過 當地天然氣公司表示不太可能 因為網絡沒有出現壓力耗損 而且天然氣管管好無損 天然氣供應沒有固成任何影響 無論如何 相關當局還在調查 爆炸的真正起因 至於傷者當中至少有兩人情況危急 好的 以上是五間新聞的所有內容 我是楊怡婷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請訂閱 請訂閱 至少有一個最大努力的 追及過 成都會有 One 成都會有一個努力的